细看历史见网之来,大宁遨流时海挖掘逆心,我国领土的辽阔,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,毕竟从小学就学过,我国的疆土是排在世界前击的,但是近代却有不少国家成人之威,强占了不少疆土,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占领,我国岛屿第一多的国家,虽然这里强占的面积不是世界第一,但是确得的确却强占了最多的岛屿, 而且这里还曾是我国一个,忠实的小弟,是一个与我国有住上千年渊源的国家,而且这上千年间,大部分时候都在对我国称臣,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越南,其实最早,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疆土,就曾是我国的一部分,一直到968年才总算,是独立了自己的国家,说是同根同源也一点都不过分 虽说这里自称拥有好几个王朝,但是基本历朝历代,都是我国的番薯,所以还是蛮特别的,哪怕是在20世,即40年代到50年代,这个国家在受其他国家的侵略之时,也是我国伸出了援手,无常提供了大量的资源,其中包括几千亿的资金,以及数百墨堆的物资,足够这个国家打好几年的战了, 要知道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实力也不是很强,国民也不是很富裕,甚至在1961年,我国还出动了军队,帮这个国家抵抗联军,其援助的功劳可想而知,但是现代的当地人却似乎颇有些白眼狼的感觉,不仅对这段,有情有义的历史不太感冒,还大次强占我国领土, 大部分南海的岛礁目前也都是被这个国家所占,甚至还曾对我国边境有过想法,虽然后来被我国好好的交信了一番,但是其所占的岛屿却,一直占到了现在,注实是让人对这个国家很是失望,好在现在这个国家与我国的关系,已经好了很多,甚至已经有不少的我国游客喜欢来到这里旅行,其境内的古迹,也都非常有趣, 我国的风格,不知道当地人看到这些与我国有著密切联系的古迹,是否还会想起曾经的这些故事呢?当然,结果我们也是不得而知的,只知道现在这里已经成,回了不少我国游客眼中,一个性价比高的好旅游地了,不过在笔者眼中,倒是觉得这里的很多风景其实是与我国有著很高的相似度的,在这旅行,甚至还不如在国内, 就比如这里的夏龙湾,如果你,刚看到这里的风景,会不会觉得这里与我国的广西山水风景有点像呢?当然,这座景区实际上是卫乌海上的,而不是与我国那些山水,依然卫乌群山之中,所以还是有些区别的, 因为其独特的风景,甚至还被列为了世界遗产,可见这里的观赏性还是有的,也的却吸引了很多游客,乘坐住小船去观赏,穿梭在一座座小岛间,反而不会有种位乌海上的感觉,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奇妙的, 还有这里的顺化皇城,当年据说,就是完全按照我国的故宫仿造的,不过仿造归仿造,却不是完全照搬,规模也小了很多,有点像是我国故宫的缩小版, 不过如果你来到这里逛逛,还是会觉得这里很有熟悉的感觉,因为这里的各种宫殿,布置,还是完全参照我国故宫所建的,目前,这皇城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第一大的古建筑群,其在国内的地位与我国的故宫差不多,但是却并不是很受欢迎, 而且这个所谓的皇城之中,还有留有故意歪曲历史的信息,注实是让人很没好感,其实当你来到这个国家,会发现这里的风俗文化,以及自然景观都与我国的广西地区有点像,甚至这里的很多古迹都是仿造我国的,所以笔者还是挺不推荐来到这里旅行的,因为我觉得国内的风景要比这里好得多, 而且这里的摩托车数量极其庞大,马路上让人觉得很不安,全更是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减分,说这里在文化古迹上,就是一个小中国,也丝毫不过分,但这里的大部分人,人心却并不是这样,还真是让人有些遗憾,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,记得评论广发分享,细说历史我们下回分享。 感谢观看